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石头剧教 昨天我们在节目中 主要是晚上人家常委亮完相之后 我们在节目中做了两期节目 里面呢,有期节目跟大家是说查了 就是汪洋呢,应该是政协主席 这个韩正是常务副总理 那个我们跟大家说查 当然是说查的原因 其实里面主要是盯的 就是我脑子里想都是习近平 在政治局常委当中的选项当中呢 他里面的妥协成分相当高 妥协成分相当高 他内部的争持力度相当大 所以在当时我们是这么谈的 对汪洋如果是作为这个常务副总理的话 就会显得他 他的工作的延续性是比较合理的 但是 我在news当中已经讲了 但是他却是政协主席 政协主席他就把他过去 包括随习近平访问的 出访的 整个他的工作经历就全改了 所以那也就变成了 习近平到底要汪洋干嘛 而汪洋、栗战书跟这个王沪宁 是习近平过去几年里 在外访当中必带的三个人 这三个人基本都在 而作为汪洋曾经独立 有关国际贸易 有关跟其他国家之间的 这种外贸往来 经济往来 汪洋起着相当的角色 那你 现在他去了这个 他去了这个政协做主席的话 他进入了常委 占了常委的一名 一个席位 完成了他五年前没有 就得到了他五年前 曾经没有失去的东西 但是他就显得 习近平在使用他的角度来讲 在确定他的位置的角度来讲 我的说法是不是遭到了 这个江家帮的阻击 江泽民派系的阻击 因为韩正作为常务副总理的话 他在国务院就会有了 相当的发言权利 而李克强从来都是弱势 他是一个弱势的总理 有人说他是最弱势的总理 所以一个弱势的总理 遇到了一个常务副总理 有着背后江家的人马 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认为 我以为里面包含这种成分 所以说讲昨天晚上 习近平不高兴 就是他在宣布政治局常委中 没有下脸 可能是吧 可能不是吧 就是说预示着韩正在后面 可能会 就预示着未来 他会有一些难处了 但是有关这个汪洋的 有关汪洋的说法 有关汪洋的说法呢 我看到了一个资料 讲汪洋的很可能会辅佐 就是辅佐习近平 为什么去政协了 主要是对台湾的交流 对台湾的交流 这是应该是台湾媒体报道 中央社 中央社的说法 他大篇幅地介绍了汪洋的履历 因为汪洋的履历相当好 48岁前 在温家宝时期 就是国务院副秘书长 所以他一直在国务院 50岁就去了重庆 任重庆市委书记 52岁是广东省委书记 所以这是五年前了 改革派 他是温家宝的人 所以他不是团派的人 他是温家宝的人 那而他的特点就是他的温和 他的特点是他的温和 他曾经是中国最年轻的省长 而他的温和呢 以及他的能力 特别他在广东时 据说把广州市 整理的在有关环保问题上 整理的相当好 那整理的相当好 在国务院副总理期间 他就是指十八大之后了 他习近平首次出访俄国 当时汪洋就在 然后到澳洲出席G20 汪洋也在 那我们知道到了这个 今年4月6号7号 去这个美国跟川普谈判 汪洋也在 所以汪洋应该是在 一直随从着习近平 在他的 在这个中央社的报道里提到说 习近平愿意率先与台湾人民 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 扩大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这是对台湾的说法 我们知道他在有关台湾问题 习近平有关台湾问题上提到 他尊重台湾现在的政治制度和生活环境 这是习近平当时讲 所以在台湾也引起相当大的反响 2011年当时广东省委书记的时候 汪洋在回答 在人大会议上回答说 能不能去台湾 他说我说了不算 我非常有机会去台湾访问 促进跟台湾的合作 所以这是他当时的说法 那当然这是汪洋的 这是这个台湾人的概念 但是我们就是他的说法 其实存在这种可能 因为习近平对中华民国的国号 对台湾是非常看重 我以为在他习近平不选出 接班人的成分当中 他有意在五年内 在这五年内 完成跟台湾之间的 某种形式下的统一 某种形式下的统一 在五年内 比如说在一个国号之下 中华民国的国号之下 那如果这种事情做成的话 他的国家的成分 就是国家概念的成分 远远超过于中共党的成分 来化解今天大陆的危机 那汪洋的责任 角色就完全不同了 那政协主席的角色完全不同 不好说 我只是能够我们看到的这个故事当中 我们看到这个成分 那另外一个就是极具特色 就是王沪宁 王沪宁是个智囊 王沪宁是个参谋 不是主政的人 习近平在他这四年里 后面四年里 他去所有的地方都带着王沪宁 而王沪宁呢 是三朝元老 从江泽民 他是江泽民给长出来 所以王沪宁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他只有不贪权 他只有不会对别人造成威胁 习近平才会这么用他 对吧 他不会 他的个人品质 会被习近平解读成 不会对别人造成威胁 即使王沪宁在江泽民的年代 替江泽民传出了三个代表的说法 他也能 我们也没看出来 他并没有在江泽民的整个的 他的团队当中 他占有一份 没有 虽然他是 所以他是一个完全 完全打工的角色 他清楚他的角色 我就是来打工的 你们挣你们的钱 我是我的饭 我绝不参与任何你们之间的利益瓜葛 给我的感觉有这个成分 否则的话 你很难解释 在十九大上 习近平跟 习近平派系 就习家军跟江泽 江家帮之间 这种厉害的冲突 还能使得王沪宁上台 进入常委 你很难解释 所以他不是一个做主的人 但是他却成为了这个 成为了这个政治局常委 来主管意识形态 这让人们很吃惊 在这个 在阿波罗的网站中 登出了一个相应的文章 他是组合性文章 王沪宁进入 中共权力最高层 让人感觉非常罕见 非常吃惊 而习近平对王沪宁的 依赖是有目共睹的 对吧 有目共睹的 全国深化改革小组 习近平是组长 王沪宁是办公室主任 办公室主任 那BBC的引述了 加州大学 美国加州大学的 一个教授史宗翰 他说 此事绝非前所未有 此事随非前所未有 却十分罕见 我不知道他前所非 这是怎么说法 他说 政治局常委通常要有地方经理 是 有地方经理 有部门经理 王沪宁全都不具备 完全都不具备 他没在地方干过 也谈不上在地方 在部门干过 没在国务院干过 也没认过部长 进入常委 为什么 那政治研究出身的 中共官员 一般只能到政治局 他说有两个人例外 一个是陈伯达 毛泽东的秘书 他说这是后来 在69年 中共九大上成为了常委当中的一个 而林何利认为呢 习近平上任之后 打破了 打破了邓小平的规矩 所以他让王沪宁成为这个常委 不出意外 就是 无所谓 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是说法的 但是他没有一个 他一定有个缘由 就是有着习近平的缘由 他没有提出来 王沪宁曾经提出不少想法 协助习近平达到目标 我以为王沪宁最大的本事 就是他跟了三个主子 江泽民 胡锦涛 习近平 那习近平给他弄到 政治局常委 他最大的特点就是 他可以完善的 完善 就是百分之百的理解 老板要的 而且在理解的基础上 完善老板要 他就是打工的 谁问我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 知道分成的 这是他的本事 那正是他这个本事 让他进入了 让他主管中共宣传 和这个中共党界 你就能知道 习近平对党的要求 将会被 王沪宁百分之百的执行下去 百分之百的能够做到 就是习近平要 甚至呢 完善习近平要 我以为在这里面 可能会能够 能够完全的显示出来 就是这是他真正的价值 否则的话 你想不出他任何权力上的价值 在介绍王沪宁的背景的时候呢 明报提到说 8964的时候 江泽民当时关闭了 这个世界经济导报 那这是当时江泽民干的 那而招致上海知识分子的批评 而王沪宁当时却表示赞同 表示赞同关闭 所以这个 江 王沪宁是江泽民挑的 王沪宁自身的履历呢 相当完善 他是复旦大学的 他是复旦大学 后来到美国两个学校读过书 那他在复旦大学 他在复旦大学的校友 有交情的学者 夏明 夏明应该是现在在纽约大学 纽约大学里面任教 王沪宁为人精明 善于观察 自八十年代 体制改革转型 热衷于从领导人的角度看问题 期待中共权威做出 从上而下的改革 反对从下而上的 推翻的这个改革 所以这是他的特点 因为夏明跟他有 就跟他有 因为大家共事十年了 另外一篇报道提到说 王沪宁 非常留意 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起飞经验 尤其是当年的新加坡模式 保证政治领导的高度集中 高度有效的分配社会资源的政治体制 并有效的侧重超过对民主的侧重 所以集中现代化模式 融入今天状况的话 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那如果从这点上说 那就是习近平要的 习近平对新加坡模式 有他的崇拜 大家可以看到在 这个李显龙在十八十九大开之前 来这么一下能够显示出来 而这里可以看出来 王沪宁有这个 王沪宁对新加坡的模式 有着他自己的认识 和中国的结合 那他进入主管党校 对中共对习近平后来五年 以地方干部贯彻习近平的思想呢 贯彻习近平的想法呢 应该说有着相当特殊的位置 所以王沪宁主管党务 替习近平打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